莹莹 莹莹 你知道你大姐真正的身份吗 不知道 不过她是好人 她说要借我出去的 她是御林郡主十三格格 她是十三格格 对 她就是十三格格 莹莹 你有十三格格的最新消息 十三格格现在关在天宁府的监牢里 情况十分危险 太后 您快去救她呀 启禀太后 天经到了 您看我们在哪儿落井 把那莹莹给我叫来 舟 传莹莹 太后在上 民女莹莹听后吩咐 莹莹啊 肚子饿了吧 启禀太后 赶路要紧 十三格格还在监牢里呢 大家走了这么大半天了 肚子都饿了 我建议啊 到你家吃包子好不好啊 太后 俺家狗不里包子铺是小生意 太后您去实在太委屈了 启禀太后 这狗不里的包子我也吃过 美味相浓实在好吃 嗯 那就狗不里包子了 小五在啊 奴才在 奴才在 齐驾 争 齐驾 向狗不里包子铺前进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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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八爷 金八爷 我有事向您报告 谁啊 你大膽都烦人 去 掌子去 走 停 停 停 金八爷 大大大大事不好了 音音不见了 什么 快说 是这么回事啊 昨天早上啊 音音说她身体不太舒服 要去看医生 我琢磨着 她就几天比较老实 也比较听话 我就答应了 可没想到啊 她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 我琢磨着 她是不是会被去寻死 或者跑 走 金八爷 饶命啊 是我不对 饶命啊 她在天津有什么熟人没有啊 有啊 你忘记了 我们从乡下把她绑来的时候 你没听说过 她跟狗部里的掌柜 是青梅竹马 而且还订过婚呢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敢去上包头部找人去 走 狗子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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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音 是你 是我 是我 狗子哥 音音 音音 这是做梦还是真的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梦 我这逃出来的 赶快躲一躲 哎 狗子哥 不用怕了 有太后保护我们呢 你是不是发烧了 怎么满嘴说胡话 哎呀 我才没骗你呢 太后和她的羽林军 马上就要到了 快说快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越来越糊涂了 待会儿啊 我再跟你细说 太后啊 点名要吃你的狗部里包子 你说好不好 太好了 太后吉祥万寿无疆 太后 这位就是狗部里包子部的掌柜 起来吧 好 坐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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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快 小伙伴 快 快 小伙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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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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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觉得味道如何呀 这包子吧 比我们宫廷里的 那个山珍海味好吃多了 太后 您这刚才吃的是鲜肉馅的 等会儿还有三鲜馅的呢 还有什么好吃 你快点说呀 我这得留点肚子 还有啊 我得问问你 这为什么叫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 我太后理吃的还挺香 你这叫怎么个说法啊 太后 您有所不知啊 小人的小名就叫狗子 就是因为我做的包子好吃 所以啊 这每天来买包子的人 排着队抢着买 小人一时也招呼不了 那么多来买包子的 后来 有人跟我叫狗不理 我就取了个名 就叫狗不理包子 嗯 取得好 取得轻巧 哎 掌柜的 你说每天来买你包子 人都排着队 怎么今儿没有见到排队的呢 嗯 是啊 说说 太后有所不知 小人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突然一夜之间 这天津城里冒出了数十家的 狗不理包子店 小人的生意 就这样垮下去了 嗯 这包子也有冒牌的 正够新鲜的 太后 这在国外 可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行为 可以到法院去告他他 嗯 七倍了 侵犯他人合法权利 还有法院 是怎么回事 给我讲讲 哦 我也听十三讲的 在国外啊 每一个公民 都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 他们的人身安全 私有财产 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像这种假冒他人商品的 在国外 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旦出现 就算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 那就是可以到法院起诉他的 至于法院嘛 相当于咱们大清国的刑部 哦 嗯 看来 我们也应该给这些制造假包子的人 予以沉痛的打击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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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 让开 打开 别动 八爷八爷八爷 八爷不能进 不能进 你们这狗老板给我叫出来 金八爷 本店今天有贵客 老板正忙着呢 您稍等一会儿 大爷没得闲口等 去 我自己找他 哎哎哎哎哎 八爷八爷 实在对不起 本店今天恕不招待他人 什么玩不大客人啊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们金八爷 他妈的 老子今天找的就是你商 好 还你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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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头发生什么事情了 咱们出去看看 太后您就别动了 可能是一些地痞流氓在外边瞎闹 我去发了他们 太后病了爷 不好了 不好了 葫芦的金八爷 把音音小姐给抓走了 啊 这是贼胆包天 我倒要看看 这金八爷到底是什么东西 放开我 金八 给我站住 九头虎啊 咱们可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儿啊 可不由你管 哈 盈盈的事我们管定了 嗯 你这个老妖婆吧 你给我滚一边去 要搞我连你一块打 放肆 他妈的 给我上 快点 快点 谁了 你给我上 拿去 抓住 快点 拿 你们什么人 跪下 这回让你们俩死得明白 这位是大清国的慈禧皇太后 太后万岁 太后太后您明察啊 那应该是奴才的养女 被狗拐骗到这儿呢 你太胡言 押下去 行 太后 太后您饶命啊 太后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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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后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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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点 走 不动拿架 是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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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后吉祥 万寿无疆 天津到台 胡着头 叩见太后 胡大人平身 谢太后 听说你抓了个女贼 功劳显赫呀 回太后 那是微臣应振之责 案子查得咋样啊 微臣无能 太后 那女贼是在传政仓户抓获的 她非单顽固不划 而且不说出她的身份和同党 至今无法一网打尽 我知道她的身份 我就是她的同党 太后 您 您是跟我开玩笑吧 我跟你开啥玩笑啊 我委派她做钦差大臣 到天津微服私房 查走私大案 我就是她的同党 你也把我整到你那王里去吧 太后饶命啊 微臣有所不知啊 那个女贼 不不不太后 那个钦差大臣 是六贝勒所抓 与微臣无关啊 太后饶命啊 快 全都给我查包 是 哎呦 哎呦 我了不臣 这回可不同 听说私一太后 要亲自处理这个案件 我们还是逃走吧 逃 法网恢恢 能逃哪儿去 难道 能逃天涯海角去了 不臣 对 逃到天涯海角去 今天晚上正好有艘洋船 要离开唐谷港 我已经和洋人取得了联系 你的意思 上到国外去 这是上上策 您在国外有一大笔存款 到了国外 您吃不愁 花不愁 中不愁 穿不愁 您照样过您荣华富贵的日子呀 你 你让我仔细想想 这事姓名有关 现在可由不得您 老爷老爷 外面有人要见您 说是您的七弟 老爷 太后 玉玲 宝宝 我的清长大臣 你受苦了 六哥 你不要再知谜不误了 快回去将太后自首 自首 现在去自首 以为是太晚了吧 慈禧他绝不会放过我的 如果你还念起他们同胞兄弟一场 就放我走吧 我放你走 你说什么屁话 你想去哪儿啊 现在